一个人变心之前会经常说这三句话,特别是第一句 爱情这个东西原来真的是可以让人有泪的 只是有些人有的是感动的泪 而另外有些人有的是悲伤的泪 许多人都听说过他,却没有见过他 他好像一直都是无计可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而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来,又会在什么时候走 你知道吗,一个人变心之前真是有征兆的 正所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离开都是预谋已久 不爱的那一个一定不是在不爱的那一刻突然离开的 那一定是先做足了万全的准备,然后才抽身而去的 那么一个人变心之前都有哪些征兆呢 一个人变心之前会经常说这三句话,特别是第一句 第一,你反不反 嫌弃是一个人变心之前的最大征兆 当感情里出现了嫌弃时,不一定是变心了,但一定是不爱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除非有爱 因为有爱,所以才有包容 而因为有包容,所以才有完美 一个人喜欢上你时,就连你的撒娇和无理取闹 他都觉得是那么可爱 可当一个人不喜欢你的时候,你的撒娇就是做作 你的无理取闹就仅仅是无理取闹 当一个人喜欢你是,不管你有多少缺点和坏毛病 那么在对方的眼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 可当一个人不喜欢你是,你的缺点是缺点 你的优点还是缺点 当一个人变心的时候,就连和他呼吸同一片空气都是错 那种感觉是多一眼都不想看见你 说句话嫌你烦,做件事嫌你烦,甚至就连看见你也都觉得烦 嫌弃一个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接待你挑骨头 也许对方就是故意的,故意要逼着你主动离开 最可笑的是你不但没有自知之明,反而还卑微地告诉他 对不起,我会改的 第二,随你怎么想 当感情到了无话可说,需要敷衍的时候,就真的是改善了 这个世界上比语言更伤人的,是不耐烦的态度 冷漠的眼神,还有眉与之间的敷衍 如果一个人敷衍了你,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他已经变心了 而是他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 那是来自骨子里的一种侵蚀 你不爱我,我可以接受 你变心,我一样可以接受 但我唯独接受不了你对我的轻视 凭什么我那么爱你,你却对我的爱不屑一股 多说解释等于掩饰 可是掩饰更加伤人的是不解释 一个人爱你的时候,首先会把你的想法放在第一位 同样,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那么也不会再去在乎你的想法和感受了 其实爱这个东西是可以感受到的 而不爱一样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变心更是一样如此 只是有些人习惯了自我安慰 生活中一些很小的事情足以证明爱和不爱 有时候只是一个眼神,有时候只是一个态度 有时候只是一句话 第三,也许我们在一起就是个错误 不管这句话发生在什么场景 发生在什么时刻,也不管是发生在什么状态 但唯一肯定的是,当对方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 他已经是真的后悔了 变心的人总喜欢把不合适这箱个字挂在嘴边 然而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一块钱的打火机,照样可以点燃一万块的香烟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也总说配不配 有时候就觉得有些人好虚伪 明明不爱了,就是不敢直接说出来 从而故意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逼着对方主动离开 这样的方式,为你也太残忍一点 这个世界上,唯有一百分的人 只有两个五十分的人,从上一段一百分的感情